彭博综合劝商的预测 预计Tesla最新季度的盈利同比增长三成 到21亿美元左右 而收入同比增长四成一 到168亿美元左右 大家留意到 在第二季Tesla的交付车辆 只有25万架 比起第一季 有1成8的跌幅 以这个季和季比较 是两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其实刚才朱sir也说过 这期美股是适合Range Trading 看到Tesla过去两个月 都在600-800元之间上上落落 我们分开两个层面谈计Tesla 第一你如何预示他未来公布的业绩 首先在业绩里面 我会觉得其实分拆开几个步伐去看 如果我们去看业绩 最重要是看它的汽车 反而不是数量的问题 它数量已经公布了 在半年份的半年份的业绩已经公布了 即是在半年业绩之前 其实它所谓汽车的自然公布的数目 已经说了大约几万架左右 亦都是稍顺于市场预期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汽车量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我觉得是几个事情 第一就是说Bitcoin 其实在会计的制度里面是一个先行入仗 那个亏损的情况究竟是怎样 就是入仗的方式大概是怎样 或者是 要write off多少 还有它之后对于Bitcoin的投资 有没有做过什么言论 它希望可以释取市场的疑虑 应该是第一个最主要的点 第二亦恨好 其实近期Bitcoin也开始反弹了 例如说所有货币 主力的虚币也有反弹了 对于Tesla也会好一点的 在感觉上的角度 第二我会反而是比较关心 是Tesla的整体汽车部门的 那个Led Performance Margin 因为其实它的Led Performance Margin 的而是出奇地高的 高得也挺离谱的 当然了不是说它有造假或是什么 也是演绎于它强大的品牌的效果 还有可以加价 加价多次的人都要硬接受 是归功这件事 但是我们就是说 其实在汽车环比是倒退的情况之下 Led Performance Margin 其实是不是仍然可以维持 在相对比较高的水平呢 我都会觉得上一季度 整体整个公司 Led Performance Margin 去到19%是很夸张的 就是夸得太厉害 稍微设计汽车键那些就知道了 我们根本的experience就是说 就算做到13%上下一两地 其实已经很出息了 我都不experience 你长期19%才会觉得奇怪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在整个Led Performance Margin里面 总之不要做到太低的 就是你说如果轮落到低于13%的话 市场又不是太喜欢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整体汽车的Led Performance Margin 这个情况 而在最后 在将来或者公司的前瞻的角度 肯定就是要听听它对于产能的扩张 第一产能的扩张 第二就是说那些新的那些 是所谓的车款 或者车型的 甚至就是说这个是自动駕駛系统 或者Movotex 它整体每一件事的发展的开放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 产能的重要之外 最重要是那个电池 因为其实电池 其实来说它自己研发了新的电池 但是始终的量产 是未完全完成的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到呢 因为如果拖到很厚也完成不了 简单来说就是对于它下年或是下年 整体汽车销售的计划 就会开始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影响 今年搞不定不要紧 就是你下跌和我搞定 但是你搞不定 那在看下业绩里面会有信息 是的 譬如你刚才说的那些比特币的价格向下 第二就是它的交付数量就是环比下跌 其实大家都已经是知道的了 你觉得这些负面因素 是在它的股价上的价格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大家都真的长远看好Tesla的前景 你建议是看了一份业绩后 安安落落地买 还是说现在其实都可以买少少薄 其实我觉得偷步就不是太好的 因为你说偷步呢 有时候偷步你都要看它的股价 现在近期是相对高位还是相对低位 因为Tesla近期低位是600元边 是都背到了 是 它昨天的高位去到740元 740元的位置其实都有一些巧妙的 因为740元连续这几天都顶了 其实它顶了一些技术的阻力位 是那些阻力位的OK 所以就变了就是说你顶完又回来 变了其实你如果收市价升不出785元的话 在一个技术上面都不属于一个突破的形态 我们仍然会当作是一个brange trading 上落这样 上升落落这样 变了就是说我现在就算以现在收市价 可能720元去计算的话 其实都是近期的密集区的相对高端 变了就是说你如果公布业绩 因为明天也公布业绩 可能也很容易了 你只剩下一天时间 你不能说今天大家的利是回落得太多 如果今天不回落太多的话 那就是说你现在在业绩前去计算的 其实你已经在密集区的高端那里计算的 除非出发业就是十分理想的 所有东西都是理想的 货客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说话是很动听的 再加上还有市都动听的 市都要得到 市都不帮你 你都是说什么你都没用的 这个你要这么多重的帮助 你只可以令到在区间密集区上方的股份 可以突破上去 那你想想一个华盐率有多难 或者你那个直博率是相对来说低了 所以有结论就是说 如果这一秒它是630元的话 那我怎么都情怀 我什么都博一点 那你如果在密集区相对高端 那我觉得就稳税一点 所以应该是等到业绩公布之后 然后再行决定 还有最后补充了一句 反正近期我觉得 无论美国和香港这边都相同一样的 就是什么呢 公布的业绩好呢 除非股价私人已经跌了很多 否则公布的好的业绩 也未必说裂口大升太多 如果公布得不好的话 好像我们香港也有一群 康龙化城 布布马特 那些已经跌了一阵 但它公布的业绩差 都是继续扫你下去的 那变成了博业绩 我觉得应该是用职后去博 就比职前去博 刚才朱sir也说了几点 大家看份业绩的时候 就可以留意着那几点 然后再听他们对前景的看法 再决定在什么价位买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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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